鹅塔射正式宣布俄军正在研制蛇文石反舰弹道导弹后 尽管还没有该导弹的更进一步信息 但美国已经坐不住了 美国动力网站近日还煞有计时地分析起 这种航母杀手将部署在哪里 报道称 根据俄方提供的数据 预计蛇文石反舰弹道导弹在射程和性能方面 与中国东风26中远程导弹更为接近 该弹头将具备足够的机动性 以击中航母等大型相对缓慢移动的舰船 预计它可能会使用雷达或红外成像技术进行末端指导 俄罗斯可能以现役伊斯坎德·M进程弹道导弹 作为蛇文石导弹的研制基础 或者已经被用于制造匕首空射高超音速导弹 其射程被认为在900至1600应力之间 此外考虑到中国正在发展舰载反舰弹道导弹 蛇文石也可能发展出舰载衍生型号 报道称 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将使俄海军能在更远的距离 与对手战舰交战 这些航母杀手可以部署在数千英里之外 相对安全的俄罗斯本土 在那里 他们将不太容易受到对手的先发制人攻击或反击 报道强调 蛇文石不会单独作战 它将为俄罗斯版 区域拒止反介入战略增加另一层保护载 用于防护其海岸线和周围的领土 俄罗斯的去据止反介入战略侧重于特别重要的海域 创建所谓的超级导弹交战区 例如在黑海和布洛地海的加里宁格勒周围 俄军在这些地方部署各种类型的反舰导弹 海射陆射和空射型号 以抵御北约军舰 显然 如果将蛇文石部署在这些地方 将对北约海军构成极大的威慑 除了黑海和布洛地海之外 动力网站猜测 俄罗斯还可能在北极以及远东地区发展类似的能力 与日本存在争议的北方四岛 是该地区的一个特别关注点 俄罗斯已经在北方四岛部署了不同种类的反舰导弹 以及其他军事设备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反舰弹的导弹 也能够打击陆地目标 他们将更加有用 报道称 蛇文石另一个可能的部署地点 是地中海 穆斯科对此越来越感兴趣 俄军已经在叙利亚部署了空射反舰导弹 如果反舰弹道导弹技术真的能发挥作用 俄军对它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 鉴于俄乌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与北约和西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猛增 克里姆连宫对强大的A2AD能力的需求 只会变得更大 无论是在北极、波罗地海、黑海还是远东 俄罗斯的反舰弹道导弹 都会进一步增加在这些地区行动的其他海军的风险